做第一个 他要我们要做的这个报表 第一个就是 把那个所有的居住县市 按照那个病例最多到最少 最多就是台北市 最少的话就加义 OK 那当然如果你要做这个 当然第一个你要先找到对应的栏位 有没有栏位就居住县市 第二个他算出他里面有几笔 几笔的话就count 所以刚刚做的动作非常简单 就是第一个你有个data 第二个插入数纽分析表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 把那个居住县市 你要group放左边 你要算的比数放右边 这样子最后再做个排序 就OK了 如果你要列出前十个的话 我刚刚提过来 其实这边也可以 看前十个前五个都可以 前几个比如前五个 我们这个大概没有要我们做 如果你要前几个 把这样出来 那如果你要图表的话 如果你要取消 这边也是这样 取消的话就是把这个前几项 就把它取消 清除在这边 上面有个清除 清除筛选 OK 他就清除掉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再来就是那个 这是哪个国家 国家一样 就感染国家拖拉到左边 拖拉到右边 OK 然后你顺便也可以画出 你需要的图出来 OK 其实这个就图例 有没有 图例如果说你不需要显示的话 其实还可以怎么样 看一下上面这边有个设计 设计里面 其实这边都可以做后续的 比如说你哪些要哪些不要 这边都有啊 图例也没有 变成没有 这边也出现 坐标轴的标题 在python里面就叫title 这个坐标轴的水平的话 就是x label y的话就是垂直 label 你也可以再去设定这里面 所以其实它两边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实际上 我觉得几乎都有相同的概念 也就是那个属性对应的关系都找到 像图例的话呢 在那个我们的那个python里面 就是一个叫legend 所以legend你如果有 那就是有图例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没有 其实这个概念差不多 其他的话 这些上面 你看到东西python里面也都有了 只是说你要把那个对应关系找出来 两边就可以互转了 所以也就是如果你在 枢纽分析表做得出来 你那边也可以做得出来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在针对什么 针对后面 这个已经做感染国家 再来就是什么呢 居住的乡镇 那